全国成员棒球赛 在台北市运动会结束之后恢复了赛程 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合库队排除了陈秀雄担任投手 台电队以双心发主头 双方是四军立局 战完了九局以四比四平手 延长比赛到十二局的后半 台电队以一支中外野的赛建安打 以五A级四点胜合库队 第二场比赛 可口乃兹队将士用命 在第三局坚持得点 第七局又连下四成 结果以五A级零战胜空军虎风队 如果明天合库胜空军的话 就变成台电可口和合库三队 都是两胜一复积分相等 按照规定这三队将同在一次 这一费就变成台电强 超级雷战胜空军 就是我们三队